在總統跟立委選前 黑料不斷 但說知道沾到桃色風暴 這個可能很難收拾 對候選人衝擊非常大 尤其是已婚的男立委 對 沒錯 事實上從昨天晚上 一直到今天來說的話 政壇最大的消息就是 高雄市的立委 同時也是國防外交委員會的委員 趙天麟 他居然爆出婚外情報 而且目前為止來說 網路上或是說爆料者 非常多的照片 你看這照片來說的話 很多章都是留下所謂愛的印記 裡面包括說兩個人 有非常親密 臉碰在一起 甚至還有親吻的這些照片 這些照片來說 而且被人發現到說 這個照片好像不是只有一個地方 事實上非常多地方 事實上很多人就說 這照片來說的話 好像有從九份 甚至一次在海外 都有出現這樣一個狀況 因為為什麼這件事會很重要 因為第一個 目前為止剛好是選舉的 非常熱的一個階段 趙天麟所在的高雄第六選項 事實上這一次是一個 撒嘎都的局面 不只是說這個有藍營 綠營自己本身還有另外一個 郭貝鴻出來選 所以這個選區來說是 高雄一個非常指標性的 選舉的選區 另外就是因為趙天麟委員 剛好是國防外交委員會的委員 國防外交委員會的委員 最近不是綠營在打馬文軍嗎 說你這個好像是洩密 結果沒想到 那你是親中 然後就說你是親中 因為這個外遇你只是中國籍 對 那就是完全讓整個目前為止 綠營在打的 好像人家就說 好像馬文軍的那麼多的事情 被趙天麟一張照片 就完全瓦解了 為什麼說他親中舔共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這個女生 就剛好他就是中國籍 中國籍來說 這女生來說 被起底說 她是1987年出生的一位女孩 趙天麟認識來說 前前後後根據爆料者 或是目前媒體的報導 他們認識了至少是10年以上 事實上趙天麟還送給他 非常多的禮物 我們跟他這個 包括說他們還去酒糞玩 還傳言說趙天麟是擔任 有人陪同他們一起去玩的 一個狀況 這個戴草帽這位 就是這一次傳言中的女子 結果他還送了非常多的禮物 給這個張女 好 那不只是這樣 就是說事實上在2018年 當時的時候 8月的時候 因為當時這個女孩子 其實有時候來台灣 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他是用著所謂的 請趙天麟的助理 也曾經擔任過台商的 然後辦理一個叫做醫美健檢 然後來到台灣 因為可以來到台灣10天 為什麼要做這個 因為事實上一般來台灣來說的話 要嘛都是跟團對不對 跟團要嘛就是說 你可能有一個特殊的理由 他用這樣健檢來說 可以待的天數比較長 而且你去健檢的話 當然他們有他們相關的行程 相關的行程的話 你可能去一下 理論上是你都要待在那個醫院 那個醫院有他健檢的狀況 但是實際上 因為我們也曾經有請過 非常多的外面人來這邊 他們都是通常待一下 就出去外面 就是健檢的名義 但實際上來台灣觀光 或洽工 對… 這一次來說 這一次他幫他辦了之後 他在台灣待10天 這10天裡面來說 可能就跟趙偉園 去了非常多的這個地方 時間是2018年的6月 5年前 這個事情 為什麼這些事情來說 引起大家的注意 因為2018年當時的時候 其實當時的趙天麟 他正在推動所謂的雙城論壇 雙城論壇的說話就是說 高雄跟深圳 除了目前為止 台灣的台北跟上海之外 就高雄跟深圳兩個城市 也是要成為另外一組 雙城論壇 目前目標是成為什麼 亞太最友善的中紀 但指的是高雄這個部分 人家說原來如此 當時你在推這個所謂的 兩岸一家親的這個樣的狀況 就是說你真的是用親嘴 然後親中保台 當然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照片因為 對政壇影響相當大 為什麼 因為這不只是影響到 整個趙天麟委員的這個狀況 實際上還連帶影響到 賴清德的選情 可能會受到波及 所以目前他說 這個照片為什麼會流出來 到底是從哪個地方 難道也有人說 這是不是中方借選之類 這當然就引起政壇 非常大的波瀾 好 那我們就講 為什麼對趙天麟委員來說 是相當傷 現在賴清德也說 你要說明清楚 那趙天麟今天早上出來的時候 兩分鐘的時間點 跟這個大家道歉 所以獲得老婆的諒解 還說什麼 他兒子出門的時候 叫爸爸加油等等之類 但是我認為 這是他必須要面對的一個狀況 目前為止來說話 因為他過去一段時間 強打什麼 因為其實他有意更上一層樓 他想要選高雄市長 對 高雄 尤其是下一屆的高雄市市長來說話 看來說他是滿有心想要去競選的 選市長付女票很重要 所以他有一段時間他精心在刻意的打造說 他是個愛妻的 或是說跟家庭小孩這樣的家庭牌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這個照片 這照片就是他跟他的妻子 目前叫丁丁 我們都叫他丁丁 他在2007年的2月10號 他們步入婚禮的照片 這是他的第二任的妻子 他也常常說 過去一段時間裡面來說話 他常常會曬恩愛 就是說你看我這個 而且還給媒體拍 你看這是趙天玲夫婦他們在選舉的時候 做了一些選舉的動作 就是每次老婆都會出來助選 對 每次 等一下感覺就是兩個人 就是夫唱夫水 這樣非常家庭和樂的感覺 甚至還什麼 還PO這個照片 你看這張照片 這是他老婆幫他做的一個 你看這是 鬼滅資料的便當 對 沒錯 你看 善意 對不對 雷住善意的這個便當 然後說你看我們這個老婆幫我做這個便當 真的是太愛了 然後他還用什麼法國總統馬克宏 他不是跟他的老師的老婆講了一個名言說 追到你就能征服一切 這樣感覺真是 你們兩個感情這麼好 結果沒想要怎麼爆發這個事 那當然他馬上 他除了這個出來道歉之後 他就PO了臉書 又說錯誤的往事 太太都知道 讓太太難過 那他表示歉意 那報導的內容他都知道 那以獲得太太的原諒 現在由媒體報導讓大家擔心 我很抱歉 並且接受批評 那大家就說你看 你還是把老婆當成是一個擋箭牌 這樣一個狀況 好 那我就講 事實上這不只是牽動到 這個2024年的這個總統大選 他還牽動到的就是 包括說想一個新興的一個團體 真的是能延善到 對 因為他我們知道他其實 在前一陣子來說 也擔任過民進黨的青年部的主任 然後也擔任過非常重要的 這個發言人後來去選了這個立委 他當初選立委的時候算是擊敗了 以前國民黨的老將邱毅 所以他變成是年輕一時之選 他連續連任了那麼多次 所以意在 你看他之前也跟陳其邁 有進行過所謂的初選 他當時也是跟他有算是 第二名的人選 所以言下之意來說 當然大家都認為說 他可能就是接下來要接班陳其邁 但是現在爆發這件事情之後 看起來他的政治要更上一層龍 恐怕有相當大的難度了 好 今天除了這趙天麗委員 傳出婚外請 外遇也這個道歉獲得太太亮姐之外 另外一樁烏圖又發生在同一天 是我們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 這看起來也是發生在滿久之前的事 但是因為沒有完整的影片 大家就自己去解讀 鄭文燦今天也說 這個影片是經過有心人剪接的 可是同個時間 兩個綠營的重要人物都發 都被發出這樣的爆料訊息 是不是有一點點刻意為之 當然 這個當然是脫不了 所有的選舉的狀況 因為這個趙天麗委員跟鄭文燦 都算是民進黨非常重要的人物 尤其是今天這個鄭文燦被爆料 這個照片 這個當然有影片 這段影片來說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影片裡面來說的話 這一位這個身形看起來就是鄭文燦 看起來的話就是好像有去 跟一個後面穿著這個白色洋磚女子 好像到房間去的照片 當然外面還有流傳一些 他們兩個的親密的照片 無論如何來說的話 這件事情來說 這發生在什麼時候 這發生在2011年的那時候 這如果你去媒體現在回推來說的話 2011年那時候他們去澳門 就是說跟著我們台灣的 還有另外幾名議員去澳門 然後澳門來說的話 傳言就是有一位台灣的大亨 招待他們去 然後就有這些畫面就出來了 當然 因為鄭文燦目前為止 他是沒有要選舉的 但是問題是他目前為止位居高官 他就說出來反應就是說 照顧好自己的家庭 這是幸福的事 那也是責任 他就說這個影像是久遠 經過剪接不要刻意的影射 但他並沒有說不是他 所以看起來的話 其實他也似乎是間接 應該是有點陰 影中的是他 對 但是可能不是大家想像中的 這樣的內容 他可能是默認的有這樣一件事 當然我覺得這兩件事 從趙天委員到鄭文燦來說的話 對民進黨的選情 當然一定會有衝擊 你看國民黨馬上就用這個話題 馬上打回去 那事實上我們就講嘛 事實上過去一段時間 民進黨有爆發過非常多的 這個大咖的這個陶瓷芳 不過沒有像這一次爆了這麼大咖 譬如說像之前的 總統府的前發言人丁允公 他當時來說在高雄市的 府的任職之內來說的話 跟記者有所謂的婚外情 對 然後也留下大量的照片 你看他們都留下非常多照片 所以這個就是留下了證據 那就真的完全跑不掉了一個狀況 包括說像行政院的前發言人陳忠燕 他當時在台南市的民政局局長 任內的時候有被人家說 他有喝花酒這個風暴 後來來說他當然也要負起 他自己本身的政治責任 甚至連總統府的前發言人 Kolas Yudaka 他也是被人家爆料說 他跟他所謂的理性的員警 穿上來隨護 兩個人有發生感情 當然Kolas他自己是否認的 但是這個理性員警來說後來有爆料過 非常多的 包括理性員警的老婆 還有很多周刊 有拿到非常多他們的對話 這個到底有還是沒有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另外當然就是王定宇委員 王定宇委員之前來說 跟時任民進黨的發言人顏若芳 他們就說他們是租在一個房子裡面 租客跟房東的關係 不論你信不信 至少這些照片來說 的確當時都引起政黨 非常多的這個紛紛擾擾的狀況 對 當然我覺得 當然就是很多被他爆出來的照片 都是相當相當不堪的一個狀況 另外當然還有高雄市的 前市議員陳志忠 他當時也是一樣 被人家說開著車 然後去可能去有召集 這樣一個狀況 甚至當時被召集的還是NICO 當時我記得說 當時大家看到這個照片之後 就說想要全高雄都在尋找NICO 這樣一件事情 不論如何 你看這些事情來說 後續當然對於這些政治人物來說 他們自己本身 因為陷入了這種陶瀉風暴 他們自己當然 可能後續的政治 如果就走得非常的坎坷 或是可能政治就從此就暗淡下去了 但是你看這一次來說的話也是一樣 我相信是對曾文燦 或是對趙天玲委員來說的話 他們兩位都是面臨到非常大的壓力 應該某些程度來說的話 他們兩個人要再更上一層樓 恐怕會有相當大的困難